大家好 今天又到山上转了一圈 现在在回家的路上 在这里发现了一棵野党参 看 就在这里 它接了很多果实 看这些果实现在还没成熟 小时候是最喜欢摘这种果实吃的 特别的甜 接下来我们一起来看看 这一棵就是野党参 也叫做 土党参也凝参 看这些是它的叶子 它的叶子光滑无毛 绵绵绵的 看这种叶子摘下来 有那种白色的液体 这个叶片就这个样子 叶片的背面 看这些都是它接的果实 看这种果实有一点像蒜盘籽 所以也叫做蒜盘果 这种果实成熟了很甜 这个还没成熟 看这个接了很多果实 这个野党参是一种滋补的药材 可以泡酒 泡茶 可以蹲鸡 蹲排骨 看这些就是果实 摘一个果实下来看 很多籽 很多籽 看它的根部在哪里 看它的根部就在这里 把它挖开来 看它挖断了很多 看它挖断了很多 像林山 这棵就很粗 这棵野党参就挖出来了 这个野党参很大 就像林山一样 这个比药店的党参 要好很多 这个毕竟是野生的 看 这里就是蒜盘果 这里又有这种党参果 这种红色的就成熟了 这就是野党参果 可以吃很甜的 小时候最喜欢再来吃 看这个野党参 这么大 这种红色的就已经成熟了 很甜 小时候最喜欢再来吃 看这个野党参 可以拿回家里 烘鸡 也可以用上来泡酒 泡茶 很有营养的 好了这期的视频就到这里